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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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兄弟姊妹好關係 剛那個我們有那個朋友跟我們說 我還以為今天是要講好兄弟這樣 我想說欸不錯也蠻應景的 我就明天來聽這個題目 兄弟姊妹好關係 那我們我自己有兩個妹妹 然後我們從頭到尾就是有吵有鬧 然後然後也都會互相的支持 那其實我們有時候看到上一輩 或者說有一些其他的朋友 他們自己兄弟姊妹手足的關係 其實有的時候有些人是很互相支持 那有一些人其實是有一些爭吵 然後甚至就老死不相往來 到六十歲七十歲都完全不見面不講話的 也都是有的 所以我們到底是怎麼樣來 要跟我們兄弟姊妹好好相處 那我們的父母親在這裡面有沒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他是一個好的觸媒 還是把緣分往下拉的一個 我們不曉得 那整個是牽涉到整個家庭動力的關係 那現在我就 我們大家就請掌聲來歡迎我們許醫師來幫你分享這個體驗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我們的這個賽斯布偶戲團 賽斯布偶戲 今天早上起床發現這兩天好像天氣都蠻好的 因為前一陣子好像都經常在下雨 所以早上起床看起來天氣很好 就覺得心情好像都越來越開朗的感覺 好 那在開始我們的講座之前 剛剛我們馬主任有提到 賽斯文化最近這個月的新品叫三茶花戒指 那在心靈成長中我認識愛 那今天我們的作者 曾昭惠 也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為什麼會出版這本書 因為大家記得 上個月的新書好像是《親愛的你好》 《親愛的你好》是由玉琦 玉琦本身 他過去是學日文翻譯 日文翻譯 但是在七年前 他自己罹患了癌症 所以《親愛的你好》那本書 是他自己從一個 癌症的一個歷程 來跟大家分享 他在這七年當中 他怎麼走過 他自己心靈成長的過程 所以當時 佳穎主編 把這本書的稿子拿給我看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 好像這本書的作者 是從一個感情的角度切入 比如說在座的有些人 也許你們過去有一些情感的經驗 那也許曾經在感情當中受傷 那也許 不是像我們賽斯家族裡面 很多的黃金聖女嗎 像我們 馬主任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的博士 國際關系的博士 但是 不可諱言 不可否認的是 一場的法文 開玩笑的 在感情的世界裡面 也是千瘡百孔 對 所以 你應該看一下這個 三草花戒指 所以這個曾招惠 就透過自己的 這個感情上的歷程 然後在學習賽斯心法 身心靈念過程當中 怎麼樣 把情感的歷練 昇華為一種 身心靈的學習跟成長 那召喚你現在有男朋友了嗎 所以你並沒有因為寫了這本書 而交到男朋友 所以大家其實不一定要買 因為他 並沒有真的創造成功的經驗 好啦 開玩笑的 所以我們希望召喚這本書 可以真的 帶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感受 來 請上台 來跟大家簡略分享一下 第一個 為什麼要寫這樣的一本書 那再來 當你自己在學習身心靈的觀念的時候 那對自己的 情感的創傷 這個 在情感當中創傷 怎麼樣自我成長 有什麼樣的心得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是曾招惠 因為那時候 看到這個名字之後 我就想說是不是那個 世招惠 我想說世招惠 什麼時候跑到賽斯文化來寫書 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大概三年前 剛好 經歷了一個失戀的經驗 那 在失戀 跟男朋友分手之後 過不久呢 又因為子宮肌瘤的關係 又看到 所以 當時這兩件事情 對我來說 其實是在身體跟心理方面 都有受到 等於說都受傷的感覺 那 我 比較特別的是 我在 開刀過後 我在 休息的期間呢 我自己在 思考 為什麼我會 會因為打工之流的關係 需要開刀 因為 我自認 我是一個生活 各方面都還蠻正常的 比較中規中矩的一個生活 所以 我覺得 我自己也還蠻養生的 所以我一直在 思考 我會 因為子宮肌瘤太過大的關係 需要開刀的這件事情 那 後來 我從 我的心理方面去 思考 這個 會產生這樣的原因 那 我後來想到了 我跟我媽媽的關係 那 因為我跟我媽媽 因為之前 從小我一直覺得 她是一個重男輕女的媽媽 對我 不好 我覺得她比較 疼愛哥哥 所以呢 我時常就會因為 這樣子的 怨氣 一直 累積在心裡面 那常常會跟她有衝突 但是在我開刀的期間呢 其實 只有媽媽能夠照顧我 因為 因為是女兒的關係 那媽媽的照顧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只有媽媽能照顧我 那我就 在這個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了 因為 我平常都覺得 媽媽其實都不疼我 可是 在我開刀的時候呢 就只有媽媽能照顧我 所以 我就認為 這一個開刀 其實它是一個 一個 我跟媽媽 兄弟關係的契機 因為 它讓我看到說 媽媽其實 你不是不愛我 不疼我 因為它在我 最需要 人照顧的時候 是 就是它很盡心盡力的照顧我 所以我就 那時候 自己就突然靈光一線 我認為 這個開刀 其實就是 它會發生的原因 就是 要讓我看清楚 我跟媽媽的關係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媽媽其實是愛我的 那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後來 我有機會 接觸到許醫師的書 我第一本 接觸到的書 是許醫師的那個 《絕觸風聲》 那這本書是寫 有關 癌症方面的治療 而且 許醫師是從 心理 情緒方面 去著手 去看待 這個癌症的發生 那也認為說 癌症的發生是一種 對於 癌症患者來說 是一種提醒 而不是一種 要陷患者於 一個非常恐怖的 狀況的 一種病症 那當我看到 許醫師這樣的論點的時候 其實我也非常壓力 就是 我長到那麼大 從來沒有人聽說 沒有聽過人家說 癌症是因為 心理因素 而造成的 因為我們一般 大概都是聽到 可能是遺傳 或者是 飲食方面 會造成癌症的發生 所以我就覺得 許醫生他的觀點 跟我自己去揣測 我的 這個子宮肌瘤開道 這個生成 這個因素 是有點不謀而合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開心 我就 開始看 大量的去瘋狂的搜集 許醫師的文章 書跟那個 許醫師在網路上面一些 課程的錄音檔 就開始一直聽 一直接觸 從那個時候開始接觸賽斯心法 那也透過了賽斯心法 我開始療癒我自己的 那個 失戀的心情 那因為 在失戀之後 那又藉由 接觸到了許醫師的書 我就開始觀察我自己 其實在這一段感情裡面 我是一直存在的一個 不被愛 然後覺得自己 不配得的一個情節 那 我看了許醫師的書之後 我也開始去思考說 為什麼我自己 要把自己看成是一個 不被愛 不配 不值得 不值得得到 一段好感情的人呢 所以 就是接觸了 這個許醫師的書之後呢 我就開始 學習去觀察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信念 跟我自己的情緒 那我就從這一些練習當中 從許醫師的書裡面的一些論點 我就開始去學習觀察自己之後呢 我也就因為這樣子 慢慢的就走出了這個感情的這個痛苦 那 雖然我開始會去 告訴自己 就是我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其實是不必要的 我可以 由另外一個方向去看待我自己 那 但是 這個 因為 之前的這個失戀的 傷痛其實 因為 我們是因為有一些誤會 才造成了這個分手 那還是有一些傷痛在我心裡 我自己沒有辦法去把它處理掉 那 剛好我又接觸到另外一位老師 叫做王清靈老師 那他也是身心靈的老師 那剛好接觸到他的課 接觸到這位老師 我也去做了一些諮商 之後 我就 心裡的那個 感情的傷痛就 覺得其實已經好得差不多了 那 變成說跟隨這兩位老師 除了就是 許醫師的這個資料 還有賽斯的方面的學習 還有王清靈老師這邊另外的一些課程 我就開始一直到現在都還有 持續在接觸身心靈的這個課程